Hello大家好,欢迎来我的ArchTalk 我是Tiffany创章云轩 那今天讲座会跟大家分享到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些生活经验 跟一些我的小故事 首先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安和集团总经理何一国先生 他想告诉我们说别在梦想之后画下句点 因为他的达成是下一个成功的起点 我们谢谢何总经理 首先可以看到是讲座目录 那会是整个讲座的主要架构 那我会用九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跟介绍 接着会看到这是我的海报 那上面会有我简单的讲座简介 那下面可以看到是我目前的学经历 那红色highlight的地方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主要的分享内容 首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我是大家好我是Tiffany 那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在我大学四年期间 不管是校内校外 那比较少人叫我本名 也比较少人知道我的本名 那就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 诶张云轩是谁啊 就是那个Tiffany 然后另外跟大家分享到 我是一个很喜欢喝咖啡的女生 就是我对喜欢东西会有一定的执着 就像我对咖啡的执着是我每天必须要喝一杯的咖啡那样的执着 然后今天的讲座我会用喜欢更喜欢 喜欢呼吸更喜欢行销来观察我整个讲座内容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是我的学校台北医学大学 台北医学大学是位在于台北市信义区 那由于我没有骑机车 在台北骑机车 所以我会用我的双脚来带大家走逛北医 这是一张做的Google Map 然后在最下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是台北医学大学 然后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可以到达其他的地方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44南村101还有101对面的 ATT是一个百户公司 另外跟大家介绍是一间我的启蒙咖啡厅是F2F 因为它是一间启蒙我未来想要开一间 新工业风咖啡厅的一个启蒙咖啡厅 好这一张图是一个叫市民小巴西的一个小巴士 但是北医人一定熟悉的 另外一提的是这个是四四南村也是北医人口中的好秋 那就是一个很适合下课走过来散散步 然后做一个外拍 偶尔游有人会在山丘上面做野餐 然后往抬头望过去就是101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另外跟大家介绍的是101就是你所不知道的101 原来101在晚上的时候会有颜色 而且在北医很浪漫的是 就是在北医你晚上可以抬头看到 然后看到说今天101是紫色的 你就知道说今天是礼拜天 然后这张照片是一个ATT 就是在101对面的一间百户公司 如果你荷包够深够满的话 下课的时候你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一个百货公司 如果你有高关系的话 那就肯定要加个5分钟啦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间F2F 也就是我的启蒙咖啡厅 因为它的装装是属于比较工业风 带有后木板 然后带有金属材质的 像还有一些水管的一些元素在的一个咖啡厅 那这间咖啡厅很棒的是你抬头看 看上窗外你就是没有被挡住的101 所以很建议很推荐大家在跨年的时候 可以到这间咖啡厅 就是喝着咖啡 然后抬头望着101的烟火 也是很浪漫的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医学大学是一所医学型大学 它跟一般的综合型大学不一样 它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属于医疗人才 所以我就把它称为是一个一间医疗人才的孵化器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医学大学 但它是鼓励多元学习的 然后学校就会用一些免费讲座 免费便当讲座的方式来吸引同学 就是多多参与一些讲座 然后前一阵子刚好有一系列的创业讲座 那我觉得是帮助你跳脱医学院思考的一个方式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学系 也就是呼吸治疗学系 那全台全台湾的话有四所呼吸治疗学系 像是北一长跟高一跟辅仁 那台北医学大学是在这四间里面算是历史最悠久 也没有多悠久 就是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但是以师资经验上时间来看的话 就是北一是属于比较相对成熟的一个 一间学校的一个学系了 首先要先打破大家对医院的迷思 就是谁说医院只有医生跟护理师 今天你就知道还有一个呼吸治疗师 那首先我想要先为大家做一个呼吸治疗师的定位 就是在一间医院里面 呼吸治疗师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会接到一个医生的医嘱 然后医生会对病人进行诊断 然后会想要对病人做的一些胸腔护理治疗的话 就会透过呼吸治疗师对病人进行一些治疗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呼吸治疗师 它英文叫Rasperatory Therapist 简称叫RT 那你在医院里面如果你姓张的话 那医院里面就会叫你张RT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想用一个情境让大家对呼吸治疗师有感觉 那就是之前我个朋友有传一张照片给我啦 然后他看着没有镜头的轨道 就这样跟我说了一句话 这是一张在火车站旁边等车的照片 那他看着没有镜头的远方告诉我说 这是一个看不见镜头的人生 我就回答一个问号啦 那接着他回答我说 但看得见镜头的人生好像就会遇到呼吸治疗师齁 我就回答好像是耶 不好意思我笑得很尴尬 但是我想再跟他多说一句是 你不会只遇到一位呼吸治疗师 因为我们会轮班啊 接着是快问快答时间 针对刚刚的情境 我们会解释 你可能会有疑问说 什么是看得见镜头需要遇到呼吸治疗师 那比如说像是老烟枪 然后药动手术癌症后期的病患 像老烟枪的话 它就是肺功能相对差 那药动手术的话 你会需要做一个麻醉的动作 那麻醉本身就会做一个呼吸抑制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癌症后期的话 相对于正常人的话 它的生理是相对虚弱的 所以会做一个呼吸支持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是突然的看得见的镜头 会需要呼吸治疗师 像是急性发作 比如说是急性发作的疾病 那比如说像是气喘急性发作 或是急性呼吸衰竭 可能是本身的肺部胸腔的一些衰竭 或是你是其他器官的衰竭 而连作导致你的呼吸上面有困难 另一种是无蕴颈尖看见的镜头 像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常见的你可能一定会听过的是打呼 打呼在医学名词就叫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在呼吸治疗上面的话 会有一种呼吸器是在你睡前的时候戴上一个面罩 然后它会减缓你在睡眠过程中 就是上呼吸道的阻塞 然后也减少了你 因为这个阻塞导致气流快速通过发出的噪音 另外呼吸治疗师会做哪些事勒 那在医院里面最常做的三件事 就是抽弹把管调整呼吸器 那简单来介绍一下 就是抽弹呢 它就是经由你的鼻子或是嘴巴 然后放置一根管子进去 然后主动把你的弹衣抽起出来 那有两种病患需要做抽弹衣的动作 比如第一种病患是 你有较差的可弹能力跟轻弹能力 另一种是你是一个插管的病患 插管的病患是插管是为了要让你接上去的呼吸器 能把你的气体顺利的打到你的下呼吸道里面 那也是因为这根管子让你更容易让细菌跑到你的下呼吸道 而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像是肺炎 所以会做一个定时抽弹的动作来防止这样的一个并发症 那除了插管的话就会有把管 就是这边跟大家简单讲了一下 就是在美国的呼吸治疗师 他可以执行的是插管跟把管 那在台湾的呼吸治疗师的话只能做执行把管的动作 然后在插管方面是做一个协助的角色 另外跟大家谈到是一个调整呼吸器 在医院里面就是你调整呼吸治疗师的好伙伴呼吸器 那就是有点等同于就是在挑战呼吸治疗师的专业 因为我们每一个调整每一个决策 背后都是有庞大的强大的医疗背景 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学术理论来支持着我们每次要 为什么要调整这个呼吸器跟我们要调整多少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能会问说在医院里面 呼吸治疗师的治疗范围到哪边 那比如说像是加护病房即兴的ICU 那还有高压养舱 然后还有睡眠检查室后面会提到 然后还有急诊室跟影像检查室 影像检查室就像是你会照X光 你会照MRI 你会照CT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问我说照片子为什么会需要呼吸治疗师呢 只要有呼吸器的地方一定有呼吸治疗师 那你可能会反问我说没有呼吸器的话 还要呼吸治疗师吗 有可能有 因为呼吸治疗师会介入的治疗 还有氧气治疗 湿气治疗跟药物吸入治疗 那药物吸入治疗的部分 最直接想到的是像气喘病患 你会需要一些控制气喘的药物 那我们会做一个卫生教育的动作 就是教你如何使用那个气喘药物 然后接着你会想说 我要可能会疑问说 Tiffany我要怎么在医院里面认出一个呼吸治疗师啊 好有三个元素就是短袍听诊器跟偶尔推着一台呼吸器啦 这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卖学姐的照片啦 那这个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学姐穿的是一个短白袍 然后身上有有佩戴着听诊器 那这是一个情境是在医院里面常常会有一些 一些时间会需要做一个呼吸器的教授的课程跟交流 因为这个状况 然后你可以问我说 那这样跟医师到底差在哪 那我反问你啦 你有看过医生推呼吸器吗 好接着这个是一个呼吸器的照片 就是呼吸器就跟像手机电脑一样 它也一样有很多的厂商 那这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呼吸器有欧规跟美规 欧洲规格跟美洲规格 那欧洲规格的话是做一个比较 比较爱爱内涵光的一种规格 就是你必须要一直点点点点到很里面 才会看到它的所有的功能键 那就是比较有内涵的一种呈现方式 那另外是美国的话 美规的话喜欢是把你所有的功能 一次展露在你的直接的画面上面了 那就是虽然它们是各家厂牌 然后它们会有各自主打的功能 但是它们的用途 就是其实都是都还是一样 就是给你最大的呼吸支持啦 那这边我想用也是用刚刚的情境来跟大家 让大家就是强化一下对呼吸器的用途的概念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你已经到人生镜头 但我们会在后面拉你一把给你最大的呼吸支持 那就是呼吸器的用途给你最大的呼吸支持啦 再谈到说呼吸器要怎么使用啦 呼吸治疗师的定位啦 那你可能会反过来说 那我要奠定我要成为一个呼吸治疗师 我要奠定的一些呼吸器的基础 就是在学校里面 我们在学校里面这段期间 我们是累积庞大的学术跟理论 就会谈到说我们会修什么系必修 跟系选修来支持这些理论呢 然后呼吸治疗师是一个念四年的一个学系 那我会分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来跟大家介绍 在大一的话在医学院里面 就是比较多是基础医学的课程 但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 专业课程比重会越来越高 那你可以看到是我在大二的时候 有些课程是用红色highlight的方式 那是代表我认为 我觉得这些课程很有趣 或者是他对我的生活上有帮助 或是他是一个国考科目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身体评估跟检查 就是像刚才谈到说 呼吸治疗师会佩戴一个呼吸器 就是他会在病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对他做一个最基本的胸腔评估 胸腔评估 那会在身体评估液的检查里面 会学到就是如何做一个胸腔评估 胸腔生理物理评估 然后会在OSKI里面做到一个实用 那OSKI在后面会提到他是一个情境的考试 然后你会在情境考试里面 你要使用出你的工具 就是用你的听诊器进行一个胸腔物理的评估 然后另外还有提到药理学 我认为说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要念呼吸治疗师 那你学了药理学对你的生活上也是有帮助 你就开始拥有了判断你的药物的使用的一个能力 另外还有提到是还有设备学 设备学就是在认识你的好伙伴呼吸器了 然后另外是设备学跟呼吸生理学一样 同样都是一个国考科目 然后大三的就是来到你呼吸治疗的专业科目比重的巅峰 你可以看到说有病理学 那其实为什么要学病理学 就是虽然呼吸器是你的工具 但是你的对象还是病人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病人的病理 你病人的病理的状况 然后你才能判断要如何使用你的工具 来帮助这个病人进行一个呼吸治疗 然后另外提到是呼吸器原理也是一个国考科目 那你会在大三的时候学到说 这台呼吸器最基本的原理是怎么作用 那也就是你为什么需要你的这个呼吸治疗专业的原因 你就是要学好这些课程 那使用在这个变成一个工具是你的一个力气 然后下面会看到说有一个胸腔影响诊断学概论 它就是一个判读X光片的课程 那我我在想说就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就是谈到说 我想要做一个就是不可被取代的一个角色 那我认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会解读 会判读X光片的呼吸治疗师的话 那你就可以成为医疗环境下面不可取代的一个角色 另外可以看到说下面有一个叫小儿疾病学 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只要会呼吸 你就有可能会需要呼吸治疗师 所以你的对象不一定只有成人老人 你还会有小儿的疾病的一些病患 那这边看到的是大四的部分主要分上下学期 那上学期的部分主要会是我们实习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看到实习结尾的话就是大四的半年实习 会跑小孩子成人跟一个老人的一个实习单位这样子 然后在大四下的时候主要是国考导复习岛上的课程 那会在你在大六月的时候毕业 那你会在七月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国考的一个考试 然后拿到你的呼吸治疗师执照你的license 然后才能职业这样子 总之四年念下来就是三年学礼加暑期见习加半年实习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列出来是大一大二大三主要是课程 然后你可以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的时候有个见习机会 还有在大四的时候是大四上的半年实习 跟大四下的准备国考的一个方向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是受服 它是一个医学院会有的仪式 那它会 它代表的是就是你完成了你学校里面的学历 然后并且你完成你的实习 所以你就受服的意思就是你成为了一个呼吸治疗师 但是由于就是时间的时候上来看 你实习就是需要一些就是就需要白袍跟听诊器 所以就会把它拉到大三升大四 就是实习之前就做一个这样的仪式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受服念宣誓词的照片 因为看到在台上的时候我们会被 老师会帮我们穿上我们的短白袍 然后配上一个呼吸器 不是啊 配上一个听诊器 然后就是你当你成为 当你经过了这个仪式 你就成为了一个呼吸治疗师 那到了医院你就是一个呼吸治疗实习生 然后我们在医院方面 我们有分成见习跟实习两个 那他们的差别就在于 见习是不能执行技术的而实习可以 那这边在北一在见习医院的合作 是有跟新人爱国泰万方北一跟慈济六间医院了 然后谈到实习医院的合作的话也是有六间 而且你会发现觉得好像有点好像变有名了 对因为我们实习医院的话为了要跑完整的单位 所以会到医学中心里面去做一个实习的动作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北一怎么被化掉了 是刚好我们这一届因为一些人事变动的关系 所以北一就这次没有参与这次的实习的合作医院 然后这个是我是在龙总实习的 然后这是在龙总里面的呼吸治疗科那一层办公室照的照片 然后这张照片是我们实习的时候要穿白袍 然后配戴听诊系跟戴着口罩 然后还有把头发帮起来的照片 然后这个是在龙总的呼吸治疗科办前面 然后会发现我们怎么常常会把走廊当成你的呼吸器的仓库一样 然后他呼吸器对一个呼吸治疗科来说就是一个好伙伴 所以呢你会看到我们还是要就是维护好伙伴了 那你就左边看到是我们在维修 呼吸器维修室里面工作的照片 然后可以看到我很可爱的同学 他就比了一个小鸟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那台呼吸器叫做T-bird 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呼吸器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正压呼吸器一种是负压呼吸器 像你左边常常看到按钮很多的话是一种正压呼吸器 那右边的话是一个叫负压呼吸器 俗称叫龟壳 因为他的一个呼吸器 那他就是一个把一个像龟壳一样的一个龟甲 就放在你的肚子上面 然后你会看到那根管子是把那个空间里面空气抽掉 他就会形成一个负压 那会让你的胸阔就是被动的被拉开进行一个呼吸的动作 另外谈完了医院实习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海外实习的机会了 就是如果你对海外实习有兴趣的同学的话 你可以在大三的时候特别关注这个讯息 然后会进行一个你需要投书审 然后系上会帮你做一个面试的动作 那在北医呼吸治疗上面 会有跟两间海外实习医院合作 就是一间是美国都科大学 一间是新加坡成都生大学 新加坡成都生医院 然后会为期一个月的实习这样子 然后谈完了医院实习跟海外实习机会 另外我们也很特别实习叫业界实习 就是你会到一个呼吸器的厂商做一个业务实习生 然后跟着一个业务学长姐 然后看他在 如果你对医院里面的临床 就实习完结束 实习结束之后 你觉得你对临床已经没有太大热忱 那你可以考虑看看你要不要做呼吸器的业务了 然后我们学校的合作是有跟三间厂商合作 一间是博萱宁、幸华跟德业剧 然后这个是在博萱宁的公司里面 然后身为一个业务 然后你要跟其他业务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呼吸器专业 所以你反而必须要对你的公司产品非常熟悉 而你在大学期间念的就是呼吸器 所以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 可以再回去翻到一些呼吸器原理 然后就变得非常熟悉 而且会有一些状况是 如果你是一个跟医生交流甚密切的 那个呼吸治疗师的话 那可能会有个情况是 医生还会打给你 然后问你说 那个那个就是谁谁谁 就是你可以来教我一下那个呼吸器设定吗 然后你可能会变成说是医生 就会请教你关于呼吸治疗的专业 专业的设定的问题了 或是他会甚至会邀请你到医院里面做一个 跟医疗人员做一个学术的教学的一个动作 那你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就是你身为一个呼吸治疗学生 然后你结束了四年课程也做过实习生 就是基本上你会具备有这些能力 就是你经过了医院实习 然后你对呼吸治疗师还有热忱的话 你一定具备的能力是你对系上的认同感 就是你认同呼吸治疗师在医院里面的定位 跟他做的对病人做的事情 而且你必须要对病人是有一定的同理心跟关怀 因为他是他当一个职业是你一辈子的职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热忱来支持你做下去 能谈到说呼吸治疗四年念完的毕业出路 你考你四年念完然后考了一个license 那我毕业还可以去哪里呢 然后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到一些学长姐毕业去了哪里 首先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四年念完考完license 你就会想要做一个呼吸治疗师的话 你需要待在医学中心跑两年的PGY PGY是一个训练课程 就是医疗人员出来都会通常会跑PGY 是一个训练课程 然后接着你想要去小医院的话 你需要经过两年才能去小医院工作 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还有一个研究所的选项 就是刚好想特别跟大家提的是台北医学大学 呼吸治疗学系在今年的时候刚好招募了第一批的呼吸治疗研究 你可以选择你要做基础医学或是临床医学 看你喜欢做实验室或是在医院里面做一个研究都可以 另外一提的是刚好我们伟大的系主任跟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谈成了一个合约 就是只要进来北医呼吸治疗研究所的同学同一届的话 都可以送几个学生到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 然后念一个双联学位 就是你念完两三年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双硕士的一个学位 然后另外一提是 你在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念完学位的话 你就有资格就是考那边的美国的呼吸治疗师 因为其实在台湾念完四年的呼吸治疗师 不能在美国当RT的 你必须要在那边再修一系列的课程 然后才能有资格考 所以这是一个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美国的呼吸治疗师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另外跟大家提到的是呼吸器业务 就是跟业务前面有提到的是同样就是 你跟其他业务不同的地方是你拥有的是呼吸器的专业 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吃香的 那他门槛也相对也比较低一些 另外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刚好在政府在这一两年内就是开放了 有满五年工作经验的呼吸治疗师 可以自行开业开长期照护所 简身长照所然后自己当老板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可以进修 比如说你考完呼吸治疗师license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进修的动作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当一个睡眠技师 或是你要当高压养舱操作的技师都可以 睡眠检查技师的话你可以参考台湾睡眠学会 那上面会有一些资讯可以提供给你 如果你对想要成为睡眠技师的人来说 你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是会是在晚上的时候 监测监测那个有睡眠障碍的人 然后好像待遇还蛮好的这样子 另外一提的是你除了考完RTlicense之后 你可以选择你要再进修成为一个高压养技师 就是 这边可以跟大家提到的是 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粉层事件吗 那就是 对于高压养舱的其中一个适应症是烧烫伤病人 所以他烧烫伤病人在使用高压养的同时使用高压养的时候 他可以就是加速他的恢复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前一阵子我刚好遇到我们实习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然后遇到粉层病人 那时候高压养舱是特别的忙碌 那图片中是同学在试用单人舱的一个图片这样子 另外跟大家分享到是在医院医学院里面的训练 那就会跟大家分享到是比较艰涩的部分 是在医院实习的会做的两种报告 一种叫做期刊论文发表 另一种是叫病例个案报告 然后会在后面跟大家分享到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精力跟用心的一个报告 然后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叫 Journal Report 那他的中文翻译是期刊论文发表 就是你会先跟学长姐讨论说一个 选择一个三到五年内的发表的论文的paper 然后你会针对那个paper 你不要收读那个内容 然后你需要把它用PPT的方式呈现 包括他的摘要他的证文他的材料他的结果 跟可以在临床上面做一个新的方式的一个报告 那因为你的台下不一定是只有你的同学 也有可能有医生有一些医疗同仁 然后还有你的学长姐还有你的同学 所以他们会比较想要听到的是这篇论文对你的 对临床上可以有什么新的决策的建议 然后另外提到的是会做一个case report 那中文翻译叫做病例个案报告 简单来说就是你会跟学长姐讨论说我要选择一个病患 然后你会针对那个病患做他的资料搜集的动作 会包括他的入院前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然后在入院后这个过程中他使用呼吸器的记录 还有包括他的用药记录啊 因为用药会跟呼吸器会有交互的影响 那还有你会因为透过这些收集完这些资料的话 你需要转换成一个自己的衍生出 你要订定自己的对这个病患的呼吸照护计划 我觉得这就像是作为一个行销人员一样 就是你会使用GA然后看的那些data 你需要有解读那些数字的能力 然后甚至就是衍生出你要订定一个新的决策 那跟呼吸治疗这是有点类似的 那我觉得说我现在想学的东西就是能够把 就是不同职场上都一定有行销的东西 那我只是就比较想要做一些像是商业上的行销 然后讨论到行径讨论的部分的话 主要分两个方式的跟大家 两个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OSCE OSCE是一种情境考试方式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情境 然后就是除了你跟考官之外还有一个标准化病人 标准化病人会把你的就是一个专业的假病人 他会把你的情境演出来 然后你包括你问他的所有问题 他都会依照那个情境来回答你 是一个情境考试方式 然后另外是PBL PBL是不局限在于医学院的一个讨论模式 那他是一个 他是属于问题导向的讨论模式 就是你核心会围绕着一个问题 一个情境 然后你会跟你的同学们讨论 然后会有一个主席跟一个记录 那老师的身份就是引导同学们的 的一个讨论是顺利的 那这边一提示 就是很特别的是老师常常会是医生 然后这也是医学大学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就是复色医院的医生 会有就是教学上面的一个要求 所以你常会发现说 我们常常都是去看医生 然后在医学大学里面就会 常是医生站在讲台上面讲课 然后你是坐在下面听的学生 就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这样跟大家分享很有趣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PPL上课问题的战机 就是我们会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然后最后会 老师会引导我们用系统化的方式来整理 我们所有讨论的结果 然后会整理出就是一个结论这样子 然后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 除了我的专业科目之外 还会有一些课程是北一的课程 然后是真心推荐的有感课程 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三海经 那三海经老师非常用心 就是他每一届会用不同的方式来 吸引学生来上他的课程 然后在就是我上的这一次 他是使用用桌游概念制作怪兽卡 然后我们必须要再把一些游戏规则灌到桌游里面 然后真的玩给老师看 然后老师就会打分数 这一组是 这个照片是我们这一组的桌游 就是做了80张怪兽卡 而且是用后子绑做的 然后真的玩给老师了 真的玩给老师看了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创意学的课程 这是我在大医师修的课程 那在课堂中老师会分享一些影片给我们看 然后可能是一些广告 一些创意广告的影片 然后会引导我们就是把剖析卡来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个 来发想这个创意 跟还有就是如何发想创意 这一个就是很创意的思考逻辑 然后这边是跟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很特别是校计选课 就是我选在师大 那从台北医学大学很方便 是你可以打一号公司就可以到的一个地方 然后跟大家分享到就是 校计选课在北医合作学校上有 总有两所学校 一所是台北大学 另一所是台湾师范大学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每学期 每堂课有五人上线的限制 然后除了线上选课外 你需要再值本作业一次 因为不同学校他们的选课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我这边是选择了去台湾 台湾师范在大一的时候 然后选择去了台湾师范大学修课 然后为什么会推荐要只有一两个同学一起选呢 因为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师大夜市啦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走出医学院框框 就是你都已经走出来就是校计选课了 那你可以再走出来一点点 那会有一些方式让你就是看到外面的世界 比如说我就有参加一些社团 就是有参加过热舞社跟福星社团 就是我在大学 其实我在升大学之前 我没有参加过热舞社 所以我不会跳舞 然后进到北一之后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做一件就是 我人生还没做过的事情 我就决定我要去当当Jazz女孩了 然后这张是我们Jazz女孩的合照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表演啦 然后会有一些照片 然后另外提到的是 刚才说的是有参加过服务性社团 叫做是一个Loha 它是一个做环保爱地球的一个社团 另外一提的是它是一个呼吸系上学姐创办的 另外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的打工经验 在这里我学到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 就是前面有提到说 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喝咖啡的女生 那我就想要 我就常常会因为 因为执着吧 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在咖啡厅打工过 然后在西雅图咖啡是我完成了 我人生清单上在咖啡厅打工这一条 这是在信义区世贸对面的一间西雅图咖啡 那我在这里打工 虽然它不是我原本预想的想要在小咖啡厅打工 而且是一个连锁咖啡厅 但是我就被它的外观所吸引 而且里面是咖啡厅是很棒的 然后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牙医助理 那我认为说你人生的每个决策 都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 那我之所以会想要选择去当牙医助理 就是让我在进入医疗业前做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知道说我大四的时候要去医院实习了 那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在大二大三的时候 在一个医疗环境下面工作过 然后这是我在装进入上一间牙医诊所工作 当牙柱的照片 然后另外跟大家一提的是 这是其实我在找牙医助理的时候 其实是用了一个很笨的方式 就是我在某一天在家里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进医疗体系里面先工作看看 然后我就想我就打开了我的电脑 然后搜寻了所有台北市的牙医诊所 然后在缩小范围到信义区的牙医诊所 然后再把它全部列出来 然后一间一间打电话过去 问说有没有打工机会这样 然后我觉得就机缘下来到了这些诊所 另外一提的分享的是就是我有游学经验 然后我认为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是很明显就是一个大本宗 所以这个是在伦敦啦 那我比较喜欢是用不是观光客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 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最贴近当地的一个视角 然后就是喜欢咖啡的Tiffany一定不能错过就是在一间城市里面找寻他的咖啡厅啦 而且而且就是我喜欢在吧台上面就是更有机会可以了解当地的文化 然后是一个很棒的的一个机会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有一个国际志工经验是刚好在2016年的时候台北获选为世界的设计之都 那这是我在1月1号到1月3号在台北晨曦音乐会服务的一个照片 然后虽然下着雨但是当志工的获得的收获就是已经超过那些雨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协作出书的经验的一个经验 就是这本书叫《框不住的国文课》 然后是我们是我是台中小明女中的学生 然后当初是我们在高三的时候跟国文老师就是有讨论说我们想要出一本书是一个跳脱思考的 把一个一篇文章你看到一篇文章然后用跳脱思考的方式来重新重新的写出一篇更长的故事 然后里面会有一篇每个人都放了一篇文章然后跟品读的一些文字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这本书还在不克来的架上了 另外跟大家提到的是就是在医学大学里面 应该是说就是如果你没有朋友在别的学校的话 或者是你没有很常去找别学校的朋友的话 其实你很难又有那个窗口可以跟外面做连结的 所以我是经由AQPOS这个网站 然后得知一些论坛讲座跟最后博览会的机会 然后另外跟大家分享是我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生计论坛 然后在是一个朋友刚好的机缘下 然后邀请我一起参加三人合购比较便宜的一个论坛 然后在论坛上我不觉得不用谈谈 单单只谈到生计呼吸也一定是相关的 就是每一个学科都会需要一个做一个接触产学前辈交流对话的一个机会 那在这个论坛活动过程中就是你会邀请到就是毕业的学长姐 回来分享到到底就是有哪些出路 那我觉得这对呼吸可能以后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产学的交流也是有帮助的 那就是未来出也不会那么的局限 另外他们还有做一个履历指导的动作 还有一个产业为什么要你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可以做一个进行进行一个反思 就是也是前面提到说你要怎么成为一个不可取代的人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不可取代的呼吸治疗师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变成一个很会叛读X光片的呼吸治疗师 那会是是你在医疗单位里面的一个优势 另外谈到是有一个业界咖啡馆 就是业师咖啡馆 就是你会面对面的跟一些不同出路的学长姐聊天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聊天当中 然后认识了说原来有人也可以做VC VC就是一个投资者 当你有这样的专业 然后回头去选择你要投资谁的话 你的眼光会比较直接 另外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踏出去之后 我开始认识了一些新创公司 然后有一些机会 所以我就大量搜寻了这个关键字 简单来说新创公司可以有很多种定义方式 那主要是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 三到五年内新创立的公司 那在新创公司的话 就是会对一些不同领域的人 或是比较没有经验的人 而会比较有较高的录取机会 那可以去走走看看这样子 然后Hymelike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间新创公司 那他跟Hymelike很像是 他目前也是做non-profit 也是为台湾大学生而努力的一个平台 那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编辑你的文字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的履历版型 然后自动帮你输出 也就是免费履历制作的一个平台 那上面会有更多提供更多的新创职缺美合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一些数字银行 他提供的职缺 那新创职缺的话 如果就是对新创职缺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找到你想要的职缺 这个是在Hymelike这间公司里面 交流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你可以想说 他的产品是一个平台 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个讨论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每个公司背后的团队的一个讨论 都是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提就是Hymelike 台大车库下面的一个团队 台大车库我比喻就像是台大的AppWorks AppWorks就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创业加速器 在加速器里面他可以为新创 创业的团队提供多种的课程跟资源 比如像是法律资源 还有一些像是简报性的课程 然后在里面他会提供一个workshop 你可能会有一些工作方 那你可能会在可以会学到一些像是简报 然后更有趣的是他们还提供过就是ELEVATOR PEACH 就是你可能会在你的电梯里面遇到你的投资者 那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可能15秒 你可能在一分钟内完成的完整的把你的点子 你的讯息丢给你的投资者也是你未来的金珠 那另外提到是demo show demo show就是把你在工作方学到的东西来真实的搬上 搬上你的现场 那下面真的就是做你的VC 另外谈到是有一个happy hour happy hour就是促进团队间 在加速器里面有很多个团队 然后会促进团队间的交流 那会提供一些咖啡点心 那另外还有一个talks talks就是在加速器里面他会邀请各界的各领域的讲者 然后会 然后像之前就邀请了一个叫fintech fintech就是一个财经科技的一种 一种最近还蛮流行的 如果有信息的话可以查一下fintech 另外还有邀请过就是议员来 就是他对青创有很大的好奇心 所以就过来聊聊天这样子 然后也是就是认识了台大车库 然后就有机会就是去参加到一个小聚 那里面小聚里面就有无印良品的讲者 然后有一些新创团队像home hotel 然后附警树茶子堂这样子 然后另外谈到我的经验与启蒙了 就是首先就是跟大家谈到的是 我有做过行销实习生 那目前也还是在做这样子行销的一个学习 那实际点是我刚好在大四大四下的时候 就是申请上了一间商学院研究所 那我自从就是因为很开心 然后就申请上了商学院研究所 但是我没有那个背景了 那就是变成说我就会花很多的心力 然后每日每夜在找行销实习生 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学的就是行销 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 后来再跟大家分享到 如果是跨领域的申请到 去说服用一些动机来说服你的面试官 就是让你让你进那个研究所 好这边是提到是对三句话来 在一个讲座上面 然后看到一个slide 然后是三句话来讲说行销在要会的能力 那就有三点了 发现问题观察分析问题思考解决问题创意 那我觉得相同的就是呼吸治疗也是在做这三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透过你的工具来判断 就是发现病人身上的问题你要会观察 那你要分析问题就是你搜集了病人 你搜集了病人透过你的工具 然后搜集到病人的一些资料 那你要需要分析说他目前的现况 疾病现况是长怎么样 那你在想说你要解决方式 就是你要怎么调整你的呼吸器 你的下一个决策来让你的病人 就是改善他的现况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因为就是当了行销实习生 然后就有机会去上一些电子报的课程 那这个地方是照片里面这个地方是前面有提到的 Fworks的办公室 然后就是非常幸运就是因为一些机缘 然后你会因为一个踏出了一个点 然后就会有人把你拉向那个方向 然后这个是我在就是在有机会到就是Google版本室那边上上个广告的课程 然后然后那边就真的是跟大家想像一样 就是会提供你吃的喝的啦 就是一个很很特别的经验 然后另外这个这张照片就是眼尖的朋友可以发现啊就是 哎 Tiffany不是姓张吗怎么姓庄了那这边就是给我一个小启发 就是我未来未来就是还要就是一定要回去 然后一定要印到一张是叫 Tiffany Trump的名牌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行销的启蒙的一个时机点 就是其实是在一个展场上面 那我看见了一间制造业公司无法与竞争对手相比的重要因素 那透过一些思考了 我发现是一个很重是计划跟行销是占一个很大的重要因素 就是如何在你有限的资源内创造最大的价值 那小公司同样就是资源有限 那你就是帮助他怎么把你的产品推销出去 然后这个是就是在那次的机会上 在一个目光机械展上看到一个制造业的厂商 然后用一个展场者的角色来看一下整个展场的一个展场的样子 的样貌 然后这个是这间制造业公司是在做一个板材机械的部分 就是他是一个做一个B2B的公司 那他的对象是把他的彩板机跟风胶机卖给制作工 制作家具像是IKEA制作家具的公司 那这些工具都是 这些机械都是比较中大型的产 然后相对于他的竞争对手来说 他是比较CP值比较高 而且耐用度又相对低的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有一个问题是 你必须要花更多的心力在跟你的对象解释说 为什么要用我的东西 那就是需要行销跟企划的人来帮助他做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进行反思 就是北一人最喜欢做的反思 然后就是谈到说我在四年前选择了我要学医学 那我觉得不管如何 就是最少最少是能够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 那我的选择对吗 我念了呼吸我发现我喜欢呼吸 但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接触到了行销 所以我发现我喜欢呼吸 但我发现我更喜欢行销 所以我就是选择我去 选择我现在的方向就是追梦了 那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到我转换跑道的行入历程 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说 我下一站商学院我要到法国念研究所了 就是刚刚跟稍微提到的是 我有顺利的申请到了 今年今年八月就六月毕业 然后八月就要去法国念商学院研究所了 那主要酌性会放在于行销方面 然后会学一些展前行销的一些课程 是我内心就是想要念的东西 然后这件事在法国我要去念的一所学校 叫雷恩商学院 然后法文叫做er essayhan 然后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所学校的申请方式 然后这是han在法国的位置 他位在于东法 然后是属于不列塔尼地区 然后这个左图是不列塔尼地区的传统建筑特色 然后非常的可爱 然后右边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就是右上是先派 然后右下是可力饼 你一定不知道可力饼是发源自不列塔尼地区的 然后要告诉大家说 我要继续我的人生了 那接下来换你选择你的人生 Salud!